我们安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这时候我们单单的来仰望我们的神 因为敬拜我们的神是喜乐的 阿们 在美好的清晨 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喜乐的泉源 阿们 这时候我们为今天的聚会 为我们的教会 有神的灵同在 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祂的天父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因为祢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 使我们能够在这恩典的月份当中 能够在今天清晨能够来敬拜 主要谢谢祢 圣愿祢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弟兄姐妹带着渴慕 带着心灵及诚实来到神的面前 从我们何等渴慕 我们今天定义就要从祢的话语得着亮光 阿们 谢谢祢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这时候让我们同站立 跟你左右边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要全心赞美我们的神 双手借给我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 尽努力的圆 全心送赞 献上危机 是最纯定果子 在你一面 已不关于喜乐的圆 常常感谢 付出大方 盼望在你 我要全心赞美 照顾重样意义 在你天中 一只圣果在十三千亿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 还要赞美无敌 一人旷逼 光复 神永不信 我们要全心赞谢 全心赞美我们的神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 尽努力的圆 全心送赞 献上危机 是最纯定果子 在你一面 已不关于喜乐满意 常常感谢 付出大方 盼望在你 我要全心赞美 漂不重样意义 在你天中 一只圣果在十三千亿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 还要赞美无敌 一人旷逼 光复 神永不信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 尽努力的圆 全心送赞美 全心送赞 献上危机 是最纯定果子 在你一面 全心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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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努力的圆 全心送赞美 全心送赞美 尽努力的圆 全心送赞美 全心送赞美 尽努力的圆 我们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 照不重样意义 在你天中 一只圣果在十三千亿 我要全心赞美 全心送赞美 尽努力的圆 全心送赞美 尽努力的圆 我们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 尽努力的圆 在你天中 一只圣果在十三千亿 我要全心赞美 全心送赞美 尽努力的圆 在你天中 一只圣果在十三千亿 在这 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 尽努力的圆 在你天中 一只圣果在十三千亿 我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 尽努力的圆 一人奉努力 欢呼声 永不息 一人奉努力 一人奉努力 欢呼声 永不息 再次宣告 一人奉努力 一人奉努力 欢呼声 永不息 一起来调掉我们的神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一起呼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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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更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敬拜我们的神 使我们能够得着最大的喜乐 阿们 阿里路亚 主啊 我要敬拜祢 我要全心的送在祢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唯有祢陪的 我敬拜赞美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唯有祢陪的 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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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拜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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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盘石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一生中随时的帮助 祝我们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亲爱的天父 我爱祢 无比大爱 以向我鲜明 亲爱的天父 我恳无你 我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祝我们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无比大爱 以向我鲜明 亲爱的天父 我恳无你 我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祝我们手来 无论经过 无论经过高山低谷 能紧紧抓住祢 因为我是如此觉醒 祢的心意 高过昨天等候祢 等候祢 寻求祢 我渴望来到祢面前 渴望祢 深爱祢 我的心淡淡属于祢 我的心深深被祢 昨晚我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我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爱祢 我爱祢 无比大爱 以向我鲜明 亲爱的天父 我恳无你 我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爱祢 我爱祢 无比大爱 以向我鲜明 亲爱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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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恳无你 我爱祢 我要一生紧紧跟随祢 无论经过高山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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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轻轻抓住祢 因为我是如此 却是祢 我爱祢 尝诺经过高山地谷 无论经过高山地谷 无论经过高山地谷 能轻轻抓住祢 因为我是如此 却是祢的信仪 高阔主天 无论经过到山顶 无论经过到山顶 无论经紧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觉醒 你的心 高阔主天 高阔你 寻求你 欢来到你面前 高阔你 深海里 我的心淡淡的愿望 我的心上 神灵的愿望 我要一生 祈求你 基修的说来 举手我换餐 都是为了的 我要高深呼喊 我爱祢 直到永远 起手我伴奏 同事为你 我要高深呼喊 我爱祢 直到永远 起手我伴奏 同事为你 我要高深呼喊 我爱祢 直到永远 起手我伴奏 同事为你 我要高深呼喊 我爱祢 直到永远 等候你 寻求你 我渴望爱到你面 何物与你 宣爱你 何物心淡淡属于你 我的心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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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信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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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经过 当山地骨 仍紧紧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见习 你的心里 高过祖天 何物与你 爹中国 你 心仑 OT 何物与你 резVelious 奏 同事为你打千呼喊 か世 ز冤主纹吗 何物与你 说天窗 跟随祢 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无论经过高山或低谷 平顺或逆境 让我们跟主说 主啊 我一生紧紧跟随祢 因为我知道我软弱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知道靠我自己无能为力 耶稣基督你是我得胜的盼望 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师哥 你是我的拯救 因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说 主啊 我需要祢 我就是需要祢 为了这个礼拜六 学习牧学的圣诞晚会 下个礼拜天晚上的 这个成人的圣诞晚会来祷告 说上帝要给我们得救的灵魂 给我们好的天气 为建堂祷告 金子银子都给我们 所有的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供应 不管建造的身体 都要看见神的同在 一起用手来 同神开口一切祷告吧 祝你希望我们有els 祝你希望我们要感谢 祝你祝你祝你在这儿 恩恋的夜晚当中 祝你支持给我们 希望一个 祝你来保隽 祝你的恩典更多 在一个需要们的 和上面 祝你希望称赐 祝你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一袖健康 带到你的圣询来 找我的社会 也遵守我们的命 祝你解释我们的反思 带领所有的东西 对 if you are with a shout out young people in the same way If you are all about your shout out young people in the same way of the Christian or the Christian hallelujah Jesus whom you are with a shout out young people praise you 承受你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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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伞 of young people 求救生你亲自来你 求我们主啊 求我们带着我们的餐历 神殿的节目 求我们带着你 来到祢by城 求我们的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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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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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论经过高山地库 仍紧紧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切记 你的心意 无论经过高山地库 仍紧紧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切记 你的心意 无论经过高山地库 仍紧紧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切记 你的心意高过足天 无论经过高山地库 仍紧抓住你 我渴望来到你面前 可无论神拜你 我的心淡淡属于你 我的心深深陪于心意 我要一生紧紧奔随你 我们当中有一个朋友 主要对你说 孩子 我爱你 最早高天的天父要对你说 孩子 我爱你 你一直在寻求人的爱 所以你一直受伤害 所以你一直受伤害 今天早上神要亲自用他的爱触摸你 让你今天得着痊愈 享受一切的丰富 脱离恐惧 得着真实的平安 耶稣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人生的道路 虽有高山 有低谷 但是主 我们要紧紧抓住你 你是我们的帮助 奉主的命宣告 我们的弟兄姊妹 一个一个都要蒙福 享受你一切的丰富 谢谢主 让我们的教会带给花莲祝福 阿们 奉耶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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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神的话语 十字星传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 十字星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你可以挡开你的圣经 你也可以看我的头影片 因为我今天声音不太好 所以请你们替我大声的来读 替我发声可以 而且整句话 预备 来 可以我一听你看他 听他说 主啊 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 达到神面前 以后你纪念了 现在你把他不爱的网约上去 请他撑入你的各须门来 让我们一起起立 高级你的圣经 或者高级你的右手 这是一个荣耀的宣告 一定要用大声整齐话语的事来宣告 因为你宣告神的能力就要充满力 一起来宣告吧 这是我的圣经 祂是我的生命 祂宣告我的祝福 祂命定我的能力 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 我要大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 我的内心敞开 我必要脱胎换骨 阿们 主啊 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的时候 能力就充满我们 祝福就领导我们 我们生命就要脱胎换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 当我们今天要来传讲这个主题 发挥你的影响力的时候 我们要先给影响力下个定义 我们要从以色列百姓窥探迦南地的这个事件 来了解什么叫做影响力 而影响力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当以色列百姓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摩西就拆派了两个十二个探子 去窥探那地 而他们回来的时候 手上带着很丰富的水果 当地的水果 并且他们说 这里真的是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而这十二个探子 他们看了一样的天空 看了一样的人民 踩了一样的土地 呼吸一样的空气 但是却两样勤 其中有两个探子 一个叫做耶稣亚 一个叫加勒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 一起读来 他们又继续说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亚跟迦勒说什么 哇那地太棒了 我们一定会得胜了 走我们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不要怕他们 不用怕 神一定与我们同在了 这是这两个人的想法 看见 可是另外十个人看见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一起来 这十个人说什么 我们死定了 他们太高了 我们是炸蒙 耶稣亚跟加勒说 嗯 祂是我们的食物 他们说我们是炸蒙 那糟糕人家一定输的嘛 弟兄姐妹如果以投票表决了 谁赢 按照一般的常理是吧 少数要服装多数嘛 十个人赢嘛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属灵的事不是靠投票 靠从神而来的眼睛看见 各位我们看到 这两个人看见是这样子 而这十个人看见是这样子 结果呢 这十个人的影响力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你就知道影响力多大 一起读 来 各位我们看到这十个人负面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 所有人都听他们的 他说干嘛 干嘛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死呢 上帝啊 你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死呢 不但抱怨别人 还要抱怨上帝 这是十个人呢 看起来 这十个人的影响力 大过那两个人的正面的影响力 对不对 这十个负面的影响力 大过那两个正面的影响力 但尽管这样子 抱怨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这些抱恶心 我们一起读 来 这些抱恶心的人都死在神的面前 接下来这些 这些什么负面影响力的 结局又如何呢 一起来 各位 我们看到这十个人的抱怨 害惨的一堆人 这些全部死在旷野 只有这两个人才能进去 尽管十个人的负面影响力 大过两个人正面的影响力 而从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好生的体会 什么叫做影响力 大声一起读 来 什么叫影响力 透过我的行为 透过我的话语 改变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各位 我多么期待 今天我们都要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 或多或少而已 而影响力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力 跟后面的影响力 一定会这样子的 而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心灵是要带给别人正面的影响力 还是后面呢 今天容许我这么说 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本来很快的看到我的弟兄 结果他一脸愁眉苦脸的样子 请问一下我快乐 他愁眉苦脸谁影响谁 不一定喔 我就是继续给你面子看 所以如果你现在给我脸色看 我不想看你 因为我怕我讲不下去 我要看那个喜乐的人 你坐在这里 你会不会影响我 会啊 我哪敢看你啊 如果想要影响你 只能做一件我去抱你总可以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差不多不行 告诉我我拥到你面前来拥抱你 我想要影响你啊 所以我们这个摄影机很辛苦 我跑到哪里看要最到哪里 因为我要影响摄影机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这就是影响力 今天我多么期待 我们每一个人 像耶稣亚跟迦乐一样 是带给别人正面影响力 带给别人祝福的 而千万不要像那十个探子 负面的影响力 影响别人活着痛苦 甚至活在死亡的里面 所以今天呢 好不好请你大声跟我一起说 预备 来 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带给别人祝福 再说一次来 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带给别人祝福 千万记得不要发挥你负面的影响力 带给人的痛苦 我今天痛苦 我也要让你痛苦 要痛苦 大家一起来痛苦 求主赦免你自私的罪 你今天痛苦 但我期待 今天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带给你祝福的 所以好不好 请你告诉你旁边说 你要发挥你的影响力 带给别人祝福 跟他说一下来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哎呀 这太重要了 所以呢 弟兄姊妹 今天呢我站在这里 我跟上帝祷告说 尽管我今天没有圣医 即便我讲道都沙哑了 我要跟主说主啊 我要发挥弟兄姊妹的影响力 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而影响你们 让你们每一个面对困难 拥有的态度是什么 大声一起宣告一杯 来 提高你的音乐 提高你的音乐 是的 我今天就需要影响你 我一定可以得胜 因为神乐意与我同在 而不是 哎呀我死定了 我没力了 哎呀算了我要快死掉了 不 那是一个消极的 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说我一定可以得胜 因为神乐意与我同在 所以好不好 这个时候请起立 我想你发挥影响力 至少找五个人大声跟他说 你一定可以得胜 因为神乐意与你同在 请开始 你一定可以得胜 你一定可以得胜 因为神啊你不愿意 我一定可以得胜 因为神乐意与我同在 来 我一定可以得胜 但因为神乐意与我同在 各位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 本来想说 我今天如果听张牧师讲到之后 我该死了就去死吧 可是当你刚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是在对你的心说话 你是在对别人说话 你本来今天是很软弱的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彼此有正面的影响力 带来一个极大注目 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 叫做哥尼流 哥尼流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主角 而这个人很特别 他拥有正面影响力 他影响他的全家人 他影响他的部署 他影响他的亲戚 他影响他的朋友 他影响他的邻居 好多人因为哥尼流这个人带来祝福 因为好多人都认识神啊 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哥尼流是何许人也啊 我们来看看这三段经文 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人 一起读来 再来读这段来 最后一段经文来 好 这三段经文把哥尼流这个人描述了 而我们更加的明白 哥尼流是一个什么 第一个 他敬畏神 这个人好敬畏神 他不但自己敬畏神 他带领他全家人都敬畏神 爸爸您在哪里 你很重要对不对 你是爸爸 你是哥尼流 你要带你太太 你的孩子一起敬畏神 哥尼流就这样子 我们来看 他是一个虔诚人 他是一个艺人 很虔诚 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人 另外在生活上有美好的信仰表现 你看 他不但敬畏神 他把他所领受的去多多帮助需要的人 不但这样子 在行事为人上 他是犹太人可以做见证的 换句话说 他不只是敬畏神而已 他去帮助别人 还有美好的见证 连犹太人都认识他 说这个人太棒了 不但这样子我们来看 他是亲朋好友所信任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彼得到哥尼流家去讲道的时候 他的亲朋好友 全部都到他家集合 等候彼得 你看看这个人多优秀啊 他多么有影响力啊 也因为他有正面的影响力 带给他全家的人都蒙福 带给别人都得祝福 带给他周遭接触的一个人 都认识这位全人的真神 好叫他们都得到祝福 因此呢 今天我们要跟神说 祝福神啊 求祢让我能够学习哥尼流 有正面的影响力 而把哥尼流变成谁 我 所以现在呢 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只要回答我就可以了 请问上帝创造黄金给谁 我 为什么你们那么大声 有黄金就那么大声啊 请问上帝要托过谁来彰显他的爱 我 神要托过谁来行神机 我 对 就是这个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 现在下面不要回答好不好 你是不是很差劲的人 我是对不对 那你说你是很 谁是很差劲的人 你反应真快 你不敢讲我对不对 因为那是后面的影响力啊 所以我求主帮助我每一个人 像歌女儿说 主啊我就是现代的歌女儿 我要影响祝福我的家人 我要影响祝福我的亲戚 朋友 邻居 更重要的是 我要影响整个花莲 各位 如果我这个人影响我旁边的人 我这个人影响旁边的人 那么 不爱尽气味 将带给花莲祝福 对不起我们要这样子 所以因此我们来看看 我怎么样发挥我的影响力 秘诀在哪里 第一个一起读来 刚刚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提到说 歌女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百夫长就是管一百个兵的 叫做百夫长 而这个百夫长 为什么他可以升到这个关阶内 按照当时的规定是这样 因为他行事可靠跟有勇敢 所以他可以从兵慢慢慢慢升升 升到百夫长 或许你要问一个问题 说牧师 这个百夫长歌女流到底 这个行事可靠跟勇敢的特质 从哪里来呢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以理书第六章三到四节 一起读一备 来 各位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 他有没有灵性 因为他敬畏神对不对 但他敬畏神之后不得了啊 他的同事每一个都嫉妒他 想要找机会来毁谤他 设计他感谢主 因为他是敬畏神美好的灵性 所以他忠心办事行事可靠 所以没有人可以找到把柄 这种人不会摸鱼的 弟兄姐妹 一个真实敬畏神的人 是不会摸鱼的 他做事不会让人家找到把柄的 而保罗也在提摩太后 诗一章七节告诉我们一起读 来 保罗很强烈的告诉我们说 上帝乐意把一个勇敢的心 赐给那些真实敬畏神的人 我们清楚明白了 原来今天戈尼流之所以能够行事可靠 又勇敢是因为他敬畏神 弟兄姐妹因为戈尼流敬畏神 使得他做起事来行事可靠又勇敢 所以不但他的长官欣赏他 抬举他把他升为百户长 更不得了是因为这个特质 因为他敬畏神带领他的家人 他的属下他的亲属密友邻居 一个一个归向耶稣基督 今天我都期待求主让我们 成为一个行事可靠又勇敢 因为你敬畏神 请问你的朋友会不会因为 你这种生命的特质而被影响 一定会的 因为没有人喜欢跟那个摸鱼人在一起 没有一个喜欢跟鬼诈人在一起 人总是喜欢跟那些行事可靠 跟勇敢在一起 曾经有一个记者问了一个名人 他说请问最好的妻子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 这个人就说有关最好的妻子 有人说要身材好 长得美很有钱或者是口才好 我要充满憧憬 活药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好的妻子 我很难下定义 为什么 因为有一件事我清楚的明白 我太太长得不怎么漂亮 不是说我 是她的名人 我太太当然长得很漂亮 所以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 张牧师 你太太是哪一个 我说不爱清楚最漂亮的那个就是我太太 因为有人不认识我太太 我就这样跟她说 这个是说这个名人 名人说 我的太太 我知道我的太太长得不怎么漂亮 而且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口才 谈到活药嘛 她也谈不上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知道 她一直都很信任我 她一直都很信任我 所以多年来 我之所以深爱她 感谢她 就是因为她一直都信任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把保罗所讲的爱的真谛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七到八节所说 预备 来 更重要的是 爱是永不止息 意思就是说 我相信你 我不断的相信你 就是相信你 能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特别现在有手机更难 打电话给她说 现在收不到信号 你就紧张了 你到底去哪里 没有 我刚刚经过花莲隧道 花莲哪有隧道 新开了不行吗 弟兄姐妹 我们好紧张 接下来就夺命连环扣 你到底去哪里 我去博外经历的聚会 因为牧师说要关机啊 弟兄姐妹 我们会很紧张 对不对 当这个太太真实信任她丈夫的时候 带来婚姻是加分的 而且带来美好 可是现在为什么不敢信任 因为我们里面 我们把安全感定 建立在太后的身上 而彼得很深的告诉我们家们的答案 一起来 各位 各位 你知道刚刚那个太太的行为是很勇敢的对不对 因为她勇敢的信任她先生 好许老婆 我刚刚有跟一个小姐 握手呢 我相信你 你们没有问题 老婆 你听我说 我相信你 我想这个老公会 我太太为什么那么相信我 我们很担心 今天当一个人真实敬畏神的时候 当他敬畏神信任神 他就会把安全感 建立在神的身上 不是配偶的身上 他就会更多为她丈夫 丈夫祷告 而且平行心 相信她 尽管她怎么样 我就是相信你 因为她乱来神会工作的 我们很害怕 跨过台湾海峡 到了对岸 就会有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七 对不起 我们家的学子只有到小六而已 我们可能一堆的这些问题 但是 我敬畏神 我信任神 所以我就很勇敢 我绝对相信我的配偶 因为我的神在这里 当你信任神 把安全感钉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不会乱差异了 平行为他祷告 不能为他祷告 当他做坏事情的时候 神会出手的 神会出手的 弟兄姊妹 让我们信任神 你知道当你信任神 而信任你的配偶的时候 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 对不对 正如彼得所说的 他们 然后这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因为看见他们有 真结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我求主今天恩待我们 姐妹们 如果你能够倚靠神而敬畏神 信任你的丈夫 不用多久 你的丈夫会坐在这里的 不要一天到 叫那个什么 这个 真心车好不好 上帝是你最好的真心车 你不知道吗 而且不用钱的 上帝会处理他的 你要信任神 信任他 你就相信他就对了 上帝有他的方法 有一天的时候 他说老婆 你到底去了哪里 你怎么变那么多 我就去博爱经信 要不要跟我一起来 来啊来啊 你突然间觉得你还有 这个 里头很有自信 因为你的神很棒啊 弟兄姊妹 姐妹们 勇敢吧 当你敬畏神的时候 你就可以勇敢 在你的婚姻里面 信任你的配偶 接下来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美国第三期九段的总统 吉米卡特 这个人 他出生在1924年10月1号 卡特出生的时候 是在乔治亚州的一个 种植化生的贫穷家庭 因为家很穷 所以没有办法读书 因此呢 最后他进入海军官 官校接受免费的教育 后来成为海军的军官 退伍之后呢 他回到农村 帮助他父母亲经营 发生了农场 不得了 这个是一个 有才干的人 后来担任乔治亚州的参议员 在1977年1月当选了美国总统 整个世界级的领袖 但是卡特的政治生涯 并不顺利 因为处理一些事情 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最后被判定为 无能的总统 在那些人之后 很快的在美国人的心目中 已经把这个人遗忘掉了 直到有一天 卡特参与了国际人人家园的 造屋运动 这个运动是为穷人建造房屋 跟牺牲出的非盈利的基督教机构 不得了 因为卡特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 他总是带着铁锤和油漆服侍 是没有住宅的贫穷人 他走到各个地方去 真的去爱他们 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他愿意学习耶稣 去爱那些受苦的人 因此在2001年的时候 他访问韩国 到全国的六个地方 结同9000多位志工一起建造 170师傅的住宅 所以好多人对他真的很好奇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卡特这样回答说 一解读 来 弟兄姐妹 他不仅仅是当总统 他说我贵重要的是 我要上总统之后 接下来是我卸任之后 所要做的事 他总是效法耶稣的榜样 坐在那最小最穷苦的人身上 他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总统 他就高高在上 他总是拿着铁锤跟油漆 去服侍那需要的人 因为他敬畏神 所以他充满了热情 行事可靠又勇敢 为神付出 尽管他年事已高 但是 他的热情 超越了环境 跨越了他的碎层 弟兄姐妹 今天我多么期待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孝王 卡特总统 因为我们敬畏神 所以我们充满热情 我们每一个人 行事可靠 勇敢 为神付出 我相信 神要因为你这样的人 吸引许许多的人 来认识这位 爱他们的神 发挥影响力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 一起来 积极信仰 生活化 我们来看看 哥尼流失一个什么样的 你再来读一次来 二十二节这么说来 各位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哥尼流敬畏神 不是只有在家读经祷告清净神的 禁止祷告而已 当他读经祷告清净神之后 接下来他就把他领受了 用出去对不对 去帮助穷人 去做许多许多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犹太人都认识他 他说这人太棒了 这个不是我们犹太人 可是他真的太棒了 欣赏犹太通国 全国的百姓都觉得这个 他来选总统一定要选上 因为太优秀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不是一个只会说 只会读经 只会祷告 只会禁止 而什么都不做的人 他是实际的把信仰 落实在生活的里面 去帮助他需要帮助人 所以从他身上很深的体会 这句话一起来 真正的虔诚 在爱神和爱人的两方面上 是平衡的 真正的虔诚 在爱神和爱人两方面上 是平衡的 弟兄姐妹我不可能 百分之九十九爱神 百分之一爱人 不可能的 各位 以色列有两个河 两个海 一个叫加利利海 一个叫死海 为什么叫加利利海 因为流进多少水 就流出来多少 所以这个海好丰富 可是死海只进不出 所以叫做死海 弟兄姐妹 你今天是要我叫什么 江死海 江加利利海 我不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来这边 听着牧师讲道 嘴巴张张张大大 牧师讲啊 讲个笑话啊 讲好笑的啊 有人曾经告诉我说 牧师你很讨厌 我说讨厌什么 你总是把我们弄得哭 哭得很难看走出去 不然就是在哭的过程 又让我们笑 叫做哭笑不得 不是我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唯一的能力就是 我依靠神把真理告诉你 你受到感动 你流泪 刚有一个新朋友 跟他妈妈一起来说 牧师 哇 他以前我就带他去叫 他从来没有感觉 今天第一次来 就开始哭 哭到这样 你又长得很漂亮 看到我的就不好意思 为什么 因为他受了感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 今天神也要在你身上里面 做一个特别的工作 让你里头 不但得到这份爱 而且你要去分享这份爱 我要说的是 有虔诚的心 就一定要在生活上有善心 有虔诚的心 就一定要在生活上有善心 哥林流就是这样的人 他亲近神 他敬畏神 接下来他开始把他积极的生活化 影响他的属下 叫做虔诚兵 不是蚊子兵 因为这个兵 信仰好虔诚都叫虔诚兵 好不好 我发现应该还蛮标准的 虔诚兵 因为他非常的虔诚 然后他的亲属密友 当哥林流邀请他们 来参加我的敞开小组 来参加我的福音朝会 彼得还没有到 他们所有人都到齐了 等他来讲道 如果今天他要紧的是 张叉叉那个牧师来讲道 他们会不会来 张叉叉我不认识 其实他们也不认识彼得 他们为什么会到哥林流家 因为他们认识哥林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听了就实际的去生活 让别人从我们身上 看见基督的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 曾经有一个张先生 我称他为张先生好了 张弟兄也好 他就做了这样的见证 他说我在读高一的时候 有一天我看到我的同学 同班同学叫吉米 礼拜五下午 就抱着他好多书 从学校抱回来 我怎么搞的 怎么礼拜五就把所有书 都抱回来 这个人那么用功啊 结果呢当他看到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群 他就冲过去 把这个他的同学 吉米撞倒了 把他眼睛撞飞了 接下来他整个书 也整个被撞了 最后把他撞到泥泥里面去 当这个张弟兄一看到之后 发现吉米脸上充满了爱上的 脸表情 而且眼角充满了泪水 他看得很难过 就立刻过去 帮他眼睛捡起来 而这个吉米却看着他 抱一微笑 之后跟他说谢谢 我这个微笑不是表面的微笑 是从心里面的谢谢 接下来 张弟兄 就把他的书捡起来 跟他一起拿书 带着他的书一起走回家 因为他们家也住在附近 一路上跟他聊天 到他家 最后说这样好不好 周末我们去打 我们去踢足球好不好 最后他们整个周末都在一起 后来他们就更深的彼此认识 发现吉米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最后他们未来的四年 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跟他们高中毕业之后 吉米考上医学院 他去读医学书去了 当他毕业之后 他邀请张弟兄 成为他毕业典礼当中的座上宾 因为那一天他要代表毕业生致谢词 当吉米上台之后 就跟所有人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要来说明 我要来谢谢那些曾经在我忧伤难过的时候 帮助我走过痛苦的人 于是他就看着张弟兄 说出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况 他说 其实那个礼拜五 我是准备要自杀的 因为我活得好痛苦 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孩子想要自杀 所以他把所有的书都抱回来 想说死了之后 不要给妈妈收拾残疾 先把他处理咬 要死再去死好了 没有想到 这群顽皮的孩子把他撞倒了 他伤心难过 我都快死了 你还这样对待我 就在他灰心失望的时候 这个弟兄过去了 真心的爱他 帮他剪上眼镜 就这样陪着他走这么一趟 当他看着他的时候 他说 很幸运的 我活救了 因为我朋友的爱 把我从药准备做错的事情 拯救过来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吉米的爸爸妈妈 看着他 好感谢 谢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不然今天他不会站在这里 有这么好的成绩 表达感谢 最后 吉米说了下面的话 让我们一起读 来 诚心做一个人的朋友 是你可以给需要的人最好的礼物 诚心做一个人的朋友 是你可以给需要的人最好的礼物 这个时候 这个张弟兄才知道 从那之后他更加明白 不可以低估 一个人可以为别人所做的 任何一件事带来的影响力 尽管是这么小的事 只是给他一个拥抱 给他一个握手 给他一个问候 可能都会把一个人 从黑暗里面拉拔出来 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你终于明白 为什么每一次 教会都说 你怎么用起起立 去找五个人跟他握手 说 哎呀 你一定可以得胜的 因为神随时与你同战 说牧师你好无聊 我告诉你 我们这期基教阵班有一个姐妹 她是一个 很重要的 开补习班的 她说 当她来到教 她以前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 她很讨厌跟人家接触 所以她人生都是她一个人独行 当她被邀请来到博外经信会的时候 你知道吗 她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 要命啊 叫我去跟人家说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跟人家接触了 就因为教会做这些动作 她得到温暖了 她信主了 她生命改变了 她三月份要收尽 她的先生说 老婆你改变了 连先生都送她的上纪要这一半 她的家人说 赶快去上课 弟兄姐妹你终于知道吗 可能刚刚你给人家做这个动作 你一定可以得胜了 因为神随心里同在 本来想说 今天你都邀请我来 好了 今天听牧师讲到之后 要死再去死好了 可能我听你牧师讲到之后 我准备要去得忧郁症了 我准备要去离婚了 我准备要去受苦了 但是因为你刚刚温暖的握手 你一定可以得胜的 因为神随时与你同在 就因为你这个温暖的话 她找到那生命的价值和益处了 兄姐妹你要不要再来做一次 请起立 刚刚是被我命令的对不对 现在请你真心跟五个人说 你一定可以得胜 因为神随时与你同在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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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亲爱的兄弟妹 我真的告诉你 求主激动我们的心 随时跟别人伸出爱的双手 因为你愿意这么做 软弱可能因为你得刚强 忧伤因为你得到安慰 不要低估 你为任何人所做任何一件事情 所带来的影响力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戈尼流就是这样子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就影响他的属下 就影响他的家人 就影响他的亲属民友 请记得这句话 大声一起读 来 或许你今天听我讲完之后 你什么都忘记 没有关系 你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热情 回去 哎哟 老婆 你今天怎么不一样 你到了中了爱国奖娟 没有 中乐拓 没有 因为今天牧师讲得到 让我好感动 虽然他讲什么我都忘记了 可是老公 你拥有一个充满灿烂 活泼 笑容灿烂的太太回来了 老婆 带我去好不好 你的手在哪里这么好 有这又有鸟 弟兄姐妹 我不在乎你记得多少真理 我在乎你活出多少 但是当你越活出来之后 真理就越来越清楚记得脑筋里面 对不对 那绝对是良性的 求主生给我们 让上帝透过我们 活出积极的人生 美好的生命 叫别人因为我们得着帮助 认识主人 爱他的神 而我们看 施洗约翰的爸爸叫做撒加利亚 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跟他儿子怎么说 一起来读 不用怎么撒加利亚对他儿子说 儿子啊 你是上帝的管道 上帝要透过你 把一堆人 你要照亮坐在黑暗里 死云里面 把他们的脚引在平安的路 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对你说 上帝要透过你 成为他爱的管道 透过你美好的生命的彰显 把那些痛苦的人 哇 看到你那么喜乐 因着这样照耀 坐在黑暗死云里的人 叫他们的脚 不是走到太平洋去自杀 不是走到大楼想跳下去 而是走到叫未来 一起敬拜 这位全人的神 走在平安的路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隔离流 像施洗约翰 最后一个 法不影响您的秘诀就是 美好生命影响人 我们来看看 这个隔离流他的生命 在新约时代里面 隔离流用他的美好的生命 跟他的家人 属下 亲属密友 建立好的关系 活出美好的生命 影响他们归向耶稣基督 在现今的世代 这个诡诈的世代里面 我们更需要透过关系 还有美好的生命影响别人 我告诉各位 在这个世代里面 因为大家都很怕 因为太诡诈 你接到一个电话的时候 有人说 张牧师 你可不可以替我关心我的账户 但他信耶稣 可能我真的打去的 你的先生听到我的先生说 你是谁 诈骗集团对不对 吓都吓死了 他哪敢啊 所以他一定不愿意的 而我今天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想要相信一个不认识的人 所传不认识的神 我再说一次 世界上现在这个世代里面 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一个不认识的人 分享一个不认识的神 如果你因为有一个人 你不认识随便跟你讲耶稣 你就信耶稣了 那是神迹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神迹通常不多 我们要透过关系步道 各位 哥哥你一流就是用关系步道对不对 因为他带他的家人 属下亲朋好友 这些都是他跟他有关系的 因为他有关系 又看到他美好的生命的见证 所以他们跟他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你认识出神 那是美得无比的 今天你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呼代驾 把朋友带到你 今天你为什么坐在这里 你的朋友把你带来 因为每一个人都尝到福音的好处 就像你为什么一直带某人去某家餐厅吃饭 因为好吃又便宜 同样的你得到福音的好处 你也应该努力去把你带到主的面前 正如保罗所说的 一起来 是 我们期待跟别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这就是我们教会 为什么一直敞开小组 使用敞开小组的理由 我们教会不但使用敞开小组 敞开小组就是利用关系 还有没有的生命见证 带人信靠耶稣 或许你要问说牧师 什么叫敞开小组 所谓敞开小组 一起读来 以传敏的路遥 借着小组的方式 带人对福音的好感的朋友 认识 也就是 一起来 一起找到 一起望到来 继承福音的认识 小组 这个叫做敞开小组 让我们透过敞开小组 大家一起来 带人信靠耶稣基督 而且又被单枪匹马传福音 我想我讲这么多 我不如请一个人来做见证 他是雅各主的何曲儒 他怎么样透过他自己带领敞开小组 上帝透过他 他得到祝福 他的主人得到祝福 新朋友都得到祝福 我们给他鼓励 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雅各主的何曲儒 在上基奥真理班的后期 张牧师提到基奥真理班结业后 每个人都要参加敞开小组 借着传福音使被挑望火热的生命 可以实践 我心里有个声音说 哈 基奥真理班上完 就是要放轻松啦 为什么还要参加敞开小组 虽然心中有杂念 但 还是报名当组员 反正当个组员 应该也很轻松 时间到 就看看组长需要做什么 帮忙做就是了 然而想偷懒的我 被张牧师在课堂上问 何老师 准备好出来当敞开小组长的吗 我总是笑笑没有正面回应 一方面是因为不清楚 敞开小组的小组长要做什么 那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做好 也怕不能给别人想要的东西 另外一个方面是怕找不到组员 也找不到新朋友 这样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压根没有想过 要成为敞开小组长 没有想到牧师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呼召我 那我心里面想 牧师的呼召应该是随机的吧 然而牧师要我再三的考虑 我跟师母谈 他要我祷告寻求神的旨意 如果神真的要用我 一定会告诉我 有一天我的读经进度 为箴言第六章六到十一节说 懒惰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懒惰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然而我并没有马上顺服 却逃避街敞开小组长 结果我就掉了九千元 贫穷果真如强盗素来 懒惰的我并没有因此的屈服 我跟张牧师说 我考虑 但是一直在想 怎么样拒绝才好 转眼就到了遇见神赢会 当陈传道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 他对我说 神要大大的使用我 他要我走出来为主做工 我怀疑 传道是不是跟每个人 都讲一样的话 所以我就去问每个人 得到的话语是什么 结果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还是不顺服 尽管环境一再不断的兴起 但我还是在那边挣扎 我只好跟神祷告 如果 我跟神祷告说 如果你真的要我接敞开小组长 那就让我不要为了找组员而烦恼 你要帮我预备组员 神果然成就我的祷告 神不但主动预备所有的组员 就连场地 吉他手 和预备点心 这些神都预备妥当了 当下我清楚知道 神呼召我成为敞开小组长 在我顺服的当下 心情很轻松 也很喜乐 因为神与我同在 当我接受小组长训练时 更发现敞开小组所需的诗歌 游戏和内容 一切流程 教会都已经预备齐全了 我根本不用担心 只要听话照做就是了 或许你会觉得 这个不是很自事吗 事实上光是照着去做 就很激励人了 所以服侍敞开小组 我总是充满平安喜乐 前四周我们彼此守望祷告 也为我们所邀请的对象祷告 彼此带祷真的大有能力 它使我们传福音没有压力 而且被邀请的朋友 大部分都会有善意的回应 不但如此 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 我们摆放多少个座位 人就会来多少位 新朋友还会带新朋友来 我们的聚会人数高达17人 有些新朋友的问题 我没有经验 没有办法回应他 那神就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 借着他们的见证 适时回应新朋友 我们的神实在太奇妙了 与他的同工真是美好 常看小组中 每个新朋友都有不同的需要 但都能得着帮助 有位新朋友认识神后 就把家中的符咒除去 并准备要上木道课了 他自己又带了新朋友来 并且一起参加福音茶会 和主日崇拜 有一位新朋友 因为参加敞开小组 就决心要戒毒 我无法细数所有的感恩 但不管是新朋友 还是组员 每个人都有得着 并且生命都得着了激励 更经历了神迹奇事 当雅各组的小组长 听到很多自己小组组员 分享的生命见证 是他从前没有听过的 并且发现敞开小组的服饰 没有压力 参加人数有时 比雅各组的人数还多时 让他体会原来传福音 是这么美好 这么容易 张牧师告诉我 当我愿意担任敞开小组长 神必然会 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 于是我就大胆开口向神祷告 那个时候我正在买房子 我就跟神说 上帝啊 我需要钱 奇妙的事发生了 神就兴起很多学生 找我做课后辅导 让我在金钱上得到的 比我所求所想的还要更多 在与人的互动中 我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 更能看到别人的需要 当学生做错事时 我看到了学生的需要 我也透过沟通 让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需要 进而让他们的亲子关系 变得更好 不但如此 我也看到我爸爸的需要 最近我妹妹要结婚了 我爸爸就一直说一些 不好听和刁难的话 似乎拦阻他不要急着结婚 这时妹妹的脸色很难看 这时我突然有个感动 就问我爸爸说 爸爸 你是不是舍不得 妹妹结婚嫁人 我爸愣了一下 才慢慢的说 嗯 是啊 我妹才知道我爸爸的意思 就哭了 我妹妹的婚姻受到祝福 我们家也被神祝福了 感谢主 透过敞开小组 让我经历祷告的大能 一群人同心合意 为同一件事祷告 神就必垂听与成就 正如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渴望生命有所提升吗 你渴望为神摆上 却担心没有口才 能力不足吗 或者是组员不够吗 别担心 我所得着的 你一定也可以得着 神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敞开小组 抢救灵魂的服饰 更鼓励你勇敢成为敞开小组长 你并能得到更多更美好的祝福 谢谢大家 谢谢 当昨天我们在感恩的时候 他说牧师 我求钱好像还不开过 我怎么会跟神说 神我需要丈夫 我说大胆的祷告 如果你有感动 请来跟我报名 弟兄姐妹 我们的姐妹是这么单纯 当她跟神拉扯之后 她顺服之后 神就给她祝福 她要什么 她跟神求 她看中神的时候 神就看中她 所以我今天鼓励你 所以我们第八期的敞开小组 正要开始 明年三月到六月 那么组长的条件是 既要这里班解业的 主缘呢 不限 条件不限 鼓励你有恩赐 带朋友到教会来加入 这样的人加入 甚至是刚刚信主的最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旁边有一堆的亲属密友 都在看你 对不对 你是现代的哥尼流 当你的生命美好的时候 就适应他们归向耶稣基督 所以鼓励你到湖台去登记 这些敞开小组长的 及主缘的甄选单 我多么期待 我们每一个小组 有一个小组长 敞开小组出来 我们就要有五十四个小组 哇 原则上一个小组一个 意思就是说一个小组 也有个两个 现在已经有两个小组 是两个人了 因为他们觉得 哇牧师 我觉得太棒了 各位你知道这一期他们敞开小组 二十一个小组带了五十个以上 信耶稣来到教会 如果下一期有五十个以上 很快 我看我们又要建堂了 因为爆满了 但是花脸太多需要了 你愿不愿跟主说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起来抢救灵魂 让他们认识耶稣得着福音的好处 圣诞节到了 我们知道各地都在普天同庆 哇 很多人就在一直庆祝了 这里有圣诞餐会 圣诞舞会 圣诞什么会 什么会一对 可是究竟有多少你知道 什么叫做圣诞节 你知道吗 现在我要讲这个字 我要先说一下 如果你是敞开小组的小组长 第八期的 请记得下个礼拜天下午一点半 我们要举行敞开小组长 第一次的会议 帮助你组成敞开小组 所以你一定要参加 我会告诉你怎么组成 明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要正式起步 这是一个任务编组 三个月之后就结束了 希望我们来抢救灵魂 而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里面 好多人都在办很多的活动 但是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一杯 是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也是为了爱我们而降生 要把丰富的生命给了我们 要祝福我们所建立的婚姻 家庭生活的每个层面 而今天你要不要跟主说主啊 求你让我发挥我的影响力 像哥尼流一样 去把我的家人亲属密友 我接触的每一个人 透过关系 透过美好的生命 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 得着上帝丰富的赐福 但愿在这个礼拜天晚上 我们带更多的青少人来参加晚会 下个礼拜天晚上 带更多的成人来参加圣诞晚会 我也期待在三月份的时候 加入敞开校图 抢救更多的灵魂 归向耶稣得着福音的好处 我们一起去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今天教导我们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人 发挥我们生命正面的影响力 叫别人因为我们 得着这位爱他们的主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愿你以我们同在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爱你 我爱你 无比大爱 你想我鲜明 亲爱的天父 我爱你 爱你 你吸射我鲜明 亲爱的天父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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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能于不羞 却向我鲜明 亲爱的天父 我恨不你 我要一生 静静沦水 无论经过高山的谷 仍静静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 确信你的心意 包括昨天的玻璃 我恨不你 寻求你 我恨不来到你面前 恨不你 深爱你 我的心淡淡属于你 我的心是生命虚异 我要一生 静静沦水 无论经过高山的谷 无论经过高山的谷 仍静静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 确信你的心意 搞过昨天 无论经过高山的谷 仍静静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 确信你的心意 在这心里 高过昨天 无论经过高山的谷 仍静静抓住你 因为我是如此 确信你的心意 无论经过高山的谷 仍静静抓住你 我恨不来到你面前 可不你 深爱你 我的心淡淡属于你 我的心深深淡属于你 我的心深淡属于你 我的心深深陡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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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生静静等属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今天神要向你伸出爱的双手 我们的祷告同工要为你祷告 因着祂为你祷告 神要亲自安慰你 鼓励你 满足你 神志丰富给你 你要不要跟主说 主啊 我要寻求你 我要等候你 我的心渴慕来到你的面前 如果你愿意带着你的需要 来到祂的面前 今天或许因着这个祷告 因着你前辈来到主的面前 神今天要改变你的一生 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的生命 来到主的面前说 主啊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相信你与我同在 来到主的面前吗 道陆上明天 忳定会与我助你的情报 descon爹 无论经过都山 mi 我的心深深陪你 祈祷 我要你 神经 祈求你 能够你 祈求你 我能往来到你面前 渴望你 舍害你 我的心淡淡属于你 我的心深陡被你吸引 我要你 神经 紧跟随你 亲爱的天父 用祢来来激动我们的心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发挥影响力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 吸引人来到主祢的面前 神啊 我们领受这么美好的丰富 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知识的基督徒 让我们出去影响人认识耶稣基督 主啊 这些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他们渴望 他们渴慕 他们来到你的面前 透过同工为他们祷告 今天软弱的要得刚强 阿们 忧伤要得安慰 阿们 主啊 帮助他们离开黑暗 进入平安的路 阿们 谢谢你 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请同工的福士上面 弟兄姐妹请坐 一分钟跟主来祷告 一分钟跟主来祷告 一分钟跟主来祷告